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,也是第一个创建于华夏中原,影响范围广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,商朝末年,昼王荒淫无道,引起了昼王朝和诸侯的反抗,最终在木野之战,被武王击发击败,自焚而亡,商朝灭亡,昼王的哥哥威子启,是一个仁德高尚的人,他不愿与昼王同流合污,曾多次劝谏昼王,但都被拒绝,最后愤然离开昭歌,隐居不问世事,商朝灭亡后, 周五王并没有屠杀殷民,而是保存了殷商文化遗产,对殷民义无苛待,他还让威子回到印都,创立了宋国,继承了殷商的祭祀礼仪和宗庙,威子后来居上,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,招视了他的人德,为什么周五王会如此后代威子,威子又是如何建立宋国的,宋国又是如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, 西元前1046年,商朝在武王激发的率领下被灭,这个曾经强盛的奴隶制王朝,在长期战乱和内忧外患的折磨下,终于走向了负灭的命运, 然而,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开启了他的传奇人生,在商朝灭亡的消息传遍大地时,隐居在深山的威子起也无法幸免, 他正在竹射中,潜心严读典籍,突然听到了山外一阵阵哀嚎和惨叫声传来,探头向外望去,只见林间飞快掠过一队残兵败将,各个面色惊慌,狼狈不堪,伤亡了,伤亡了, 他们口中不住地喊着,威子起浑身一阵,几乎站立不稳,他万万没有想到,商朝竟然就这样轰然倒塌了, 威子起痛苦万分,他恨不得当场就死去,但很快,他又振作起来,决定亲自前往昭歌一探究竟, 于是,他独自一人,踏上了归途,一路上,威子起看到了无数令人心痛的景象,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, 他们手持家徒四壁,行色匆匆,有的人甚至连衣衫都没来得及穿,赤身裸体地在林间奔逃,威子起见状,不禁潸然泪下, 终于,他来到了昭歌城下,只见城门洞开,城墙被攻破了一个大洞,城内到处是焚烧过的痕迹, 断壁残垣遍地都是,威子起缓缓走进城内,看到了那万人坑旁堆积如山的尸骨,不禁心如刀割, 就在此时,一支州军骑兵队伍赶了过来,为首的将领看到威子起,大吃一惊,他连忙下马,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,说道, 原来是威子起先生,我等正在搜捕残余商军,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您, 周军将领见状,连忙解释道,我等都知道,威子起先生您是商朝的太子, 曾经被昼王赶出昭歌,如今商朝已经父王,我等都以为您已经不在人世了, 没想到,您竟然一直隐居在这里,威子起听到这番话。 长长叹了一口气,他环视四周,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昭歌城,不禁悲从中来,他说道, 我当年之所以隐居深山,正是因为看不惯周王的荒淫无度,如今商朝父王, 我一世痛心疾首啊,周军将领见状,连忙安慰道, 威子起先生,您当年的为人,我等都有所耳闻,您是个仁德之人, 与周王截然不同,如今商朝已亡,我等正在搜捕残余商军, 您若是愿意,不妨就跟随我等,回到周朝都城,重新开始新的生活, 跟随周军离开故土昭歌后,威子起被带到了周朝的都城宾, 当时周武王激发已经继位为王,正在全力整顿朝纲, 看到威子起时,激发亲自出面向盈,并对他曾经的遭遇表示同情, 激发说,威子起先生,我等都知道您当年被周王赶出昭歌,隐居深山, 如今商朝已亡,您也算是无家可归了,不如就留在周朝, 我们一定会好好安排您的,威子起听后深感感激, 他想起自己当年的誓言,要为商朝开创新的未来, 如今虽然商朝已亡,但他仍然可以在新的王朝中实现自己的理想, 于是,他毅然决然,答应了留在周朝, 很快,周武王就为威子起安排了新的职务, 由于威子起曾经是商朝太子,对商朝的国情了如指掌, 周武王希望他能够辅佐自己,帮助统一天下, 于是,威子起被任命为周朝的重要谋臣, 负责处理商朝旧部的编制工作, 他亲自率领一支周军,前往殷商顾底昭歌, 招降了大批残余商军,凭借他的声望和威望, 这些商军纷纷归顺,使得周朝的统一大业更加顺利。 就这样,威子起在周朝朝野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, 到了周成王时期,周公鸡蛋辅佐年幼的成王执政, 这时,威子起已经是朝野重臣, 他的建议获得了周公的高度重视, 前1042年,周成王亲政后不到三年, 激发的小儿子武庚就在殷须故地造反, 武王去世前,曾封他守护殷须, 作为商朝后土之主,成王年轻无经验, 武庚便把这当作夺取王位的机会, 得知这一消息后,威子起立即代表周朝发兵征讨, 身着战袍站在战车之上, 他沉痛地宣布, 武庚的行为是对先王的亵渎, 我等定将他绳之以法, 随后,威子起亲自率领大军前往殷须, 经过一番艰难的围攻, 最终将武庚生擒归案, 在诸位众臣的建议下, 周公最终决定废除武庚, 同时开始考虑殷须新主人的人选, 这时,威子起被推荐出任, 周公说,殷须乃商之故土, 我等待靠威子起先生, 维系住殷民心志, 众臣一致赞同, 次年,威子起率领殷商百姓迁回故地, 周天子正式册封这里, 为新的诸侯国,宋国, 就这样,多年前那个幽居深山的隐士, 如今终于成为了新的国君, 他如释重负,感慨万千, 这是老天对他多年恪守仁义的回报, 也是先祖们托付的使命, 西周时期, 周天子推行分封制, 各地设立诸侯国, 由世袭君主统治, 这一制度, 使得周出国力空前强盛, 作为重要的诸侯国之一, 宋国在威子起的治理下, 国力日益壮大, 到了春秋时期, 周天子的权威开始渐渐示威, 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此起彼伏, 宋国在这一时期, 也卷入了激烈的战乱之中, 前707年, 宋湘公继位, 他是一位英明神武的君主, 只存霸业, 当时, 晋国正陷入内乱, 宋湘公看准时机, 乘机出兵, 攻灭了卢, 两个诸侯国占领了卢, 两国的大片疆土, 宋国的国力因此大增, 随后, 宋湘公又连年征伐周边诸国, 扩张疆土版图, 经过一番战火洗礼, 宋国的国力, 终于壮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, 一跃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, 宋湘公在位期间屡见齐功, 使宋国成为南方一霸, 他不但在国内大兴文教, 还在国外频频远征, 与北方诸侯国对抗, 宋国的军队所向披靡, 战无不胜, 一时间升危大震, 就在宋国国力打倒巅峰之时, 北方的齐国, 晋国等诸侯国也在此时兴起, 与宋国争锋相对, 双方为了争夺霸主地位, 战火不断, 前638年, 宋湘公率军远征, 与禁军在城埔一带遭遇, 双方在城埔小城附近, 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, 宋军凭借人多势众, 一开始占据了上风, 但禁军奋勇反击, 最终将宋军彻底击溃, 宋湘公在战场上阵亡, 宋国由此开始走向衰落, 尽管如此, 宋国依然是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, 在随后的几百年间, 宋国与其他诸侯国如楚, 其近等国反复争霸, 战火不断, 到了春秋末期, 楚国在景启和穆王时代国力大增, 逐渐取代宋国, 成为中原霸主, 前286年, 宋国最终为楚所灭亡, 结束了800多年的历史, 宋国的兴衰, 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你争我夺, 作为曾经的一霸, 宋国在这个动荡年代中, 一度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, 他的兴起,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国君主威子启的开创性奠基, 正是威子启在西周时期, 重振了商朝文化, 奠定了宋国的根基, 后来宋湘公等一代代君主, 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扩张疆土, 使宋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, 尽管最终南逃被灭的命运, 但宋国的辉煌一时, 仍然让威子启这个商朝遗老的一脉得以延续, 他的理想和追求, 在宋国的兴盛时期曾一度实现, 这也算是对他毕生的坚守和付出, 给予了最好的回报, 从隐世到国君, 从商朝遗老到开国元勋, 威子启的传奇人生, 见证了一个动荡年代的沉浮兴衰, 他用自己的坚韧和仁德, 在商朝覆灭后重新开创了宋国的基业, 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石之霸, 尽管宋国最终难逃被灭的命运, 但威子启的理想和追求, 在其兴盛时期曾一度实现, 这也是对他毕生坚守的最好回报, 宋国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很久, 宋国的第四任国君是威子英的儿子威子伯, 他是一个昏庸的君王, 他在位期间, 宋国开始走向衰落, 宋国的国力和军事都有了很大的下降, 宋国的外交也有了很大的困难, 宋国的文化也有了很大的衰退, 威子伯在位期间, 宋国的内政出现了很多问题, 宋国的财政困难, 百姓贫困, 官员贪污, 贵族争权, 宋国的社会秩序混乱, 宋国的民心涣散, 威子伯在位期间, 宋国的外敌也不断增多, 宋国与周王朝的关系也有了裂痕, 宋国也与其他诸侯国的联盟出现了破裂, 宋国还与楚国, 齐国等国进行了多次战争, 都遭到了失败, 宋国的领土也不断缩小, 宋国的威望和影响力都大大降低, 威子伯在位期间, 宋国的文化也有了很大的衰退, 宋国的音乐, 舞蹈, 诗歌, 书法, 绘画等都有了很低的水平, 宋国的文化也对其他诸侯国没有了影响力, 威子伯在位期间, 宋国的王室也出现了很大的危机, 宋国的王族和公族之间发生了很多的纷争, 宋国的王位也多次被篡夺, 宋国的王室也失去了威信和统治力, 宋国的兴起是周武王的仁德和威子的忠义的结果, 宋国的辉煌是威子英的英武和宋国的国力的结果, 宋国的衰落, 是威子伯的昏庸和宋国的内忧外患的结果, 宋国的历史是一个仁德, 忠义, 英武, 昏庸, 兴衰的历史, 也是一个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历史。